特厉害 咱来聊聊千古一决的儒学 与千古唯一的珠希 在儒家圣地文庙大成殿里 奉赐着儒家学派的代表 孔子及四圣十二者 作为一种以实现社会治理为目标 以客戟复理为任务的哲学思想体系 儒家思想陪伴中华民族度过了 两千多个函数 激励了无数人人志士为国献身 他的历代优秀学子们 服务于这个庞大国家的智力 创造了唐真观开源 宋建龙贤平 明洪武永乐 清康乾等诸多盛世 不仅使中国成为全世界唯一一个 没有历史断代的文明古国 更在政治哲学经济文学艺术等多个领域 为全人类留下了无数的辉煌成就 放眼全球 纵观历史 没有第二种哲学体系或政治团体 能够在如此长的历史长河中 实现一个民族和国家的存在和兴盛 在千古一决的儒学发展史中 有一位千古唯一的重要人物 他就是朱熹 这位生于南宋初期的哲学家 是文庙大成殿中唯一一位 非孔子清传弟子的儒家代表 作为孔子之后儒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 朱熹不仅避免了中国传统哲学 因佛学盛行而断代 也避免了当时社会陷入虚无主义的风险 论学问之深 朱熹现存著作达25种600多卷2000万字 论学问之广 朱熹著作横跨政治哲学文学教育 音乐天文宗教等等的多个学科 涵盖修身 齐家治国平天下全场景 论学问之经 朱熹所著四书张聚集著 被原明清三朝定为科举考试 官方的标准教材 论学问之成 朱熹一生辞官27次 专注于著书和教育事业 论学问之境 朱熹在晚年遭遇政治迫害的情况下 依旧笔更不错 直至去世前一天还在修改书稿 除了大量著作 朱熹还将中国古代教育的发展 推向了高潮 他创建书院四所 重整书院三所 足迹遍布全国67所书院 其中著名的阅禄书院 便是今天湖南大学的前身 历史没有如果 但如果真的没有朱熹 中华文明绝不会以今天的样貌 屹立于人类文明之灵 中华文明封门 稍运洛 中华文明封门